轰动上海市博的会动的亲民上河图到台湾展出 让台湾有机会以艺术会友 外交部也邀请了来自34个国家的驻华使节代表 到花博珍宴馆来参观 会动的亲民上河图也见证了台湾科技和文化的软实力 看到了古话顿时在眼前活了起来 也让各国使节叹为观止 会动的亲民上河图北宋汴京市井生活在眼前栩栩如深 让行政院长吴敦毅外交部长杨靖天 以及各国使节看得嘖嘖称奇 你看我们台湾非常好的文化创意的团队 能够让历史的名画在两岸分别都大放异彩 放大30倍的画作高6公尺长110公尺 拓数位科技让这幅中华文化艺术巨作活了起来 小贩叫麦生画仿歌舞生不绝于耳 让人仿佛进入900多年前的经典名画中 政府会动的亲民上河图去年的上海市博展出 就已经吸引超过2000万人次争赌 而这样结合文化与科技经验全球的创举 其实就是出自台湾人之手 这次来台展出主办单位还加码要送考生购票优惠 只要考生就是都会凭指考的卷考证就可以享有一个会价 那我们现场也推出就是每个礼拜我们都会抽饭店住宿券跟机票 会动的亲民上河图不只轰动上海市博 来台展出至今观展人数已经破万 台湾更透过这次艺术文化交流 让世界看见台湾文化创意的软实力 中文新闻黄一群陈乃鱼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